台中大甲一間娃娃機店起火燃燒 火勢迅速的蔓延 消防隊員趕到現場撲滅火勢 在二樓住家發現了75歲女子遭到嗆傷 意識昏迷 還好經過治療之後 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娃娃機店遭熊熊大火吞噬 一樓全面燃燒陷入火海 火勢凶猛伴隨爆炸聲響 民眾召集的拿水桶裝水想滅火 不過猛烈火蛇夾髒濃煙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還燃燒到隔壁洞 第一時間就蠻大的 就變成了 我都在乘人家趕快看 看著就燒起來了 消防隊布水線灌咒 在半個小時後成功撲滅惡火 30號凌晨2點多 台中大甲順田路上 這兩棟相連的透天錯 一樓的娃娃機店突然傳出火警 好幾台娃娃機被燒毀 還波及一輛機車 右邊的第一台娃娃機先燒起來 應該是電線走 消防員在二樓找到受困的75歲女房東 人被救出時嗆傷意識昏迷 經過插管治療 還好人已經平安無事 原上面是大概是20平安公尺 損失大概10萬元 宣言大火嚇壞附近住戶 至於起火點以及火災詳細原因 有待火釣科進一步調查理清 並且靈駕鳴潘西台中報導